一句话概括 它的架构能力比实际表现更强 但是因为体积、散热、寿命、成本 工程师刻意留了一道安全线 各位们大家好 测试篇 我们把移速这颗200瓦的四口单画家性能测试得明明白白 哪部分能打 哪部分克制 大家心里面都有了第一印象 今天我们把这颗200瓦完完整整的打开 从AC输入、电源架构到同步整流 再到每一个降压通道 它的布局、散热策略 我们都逐一看清楚 到底是堆掉决绝还是策略保守 到底哪些表现是工程选择 哪些又是成本的取舍 这期拆解 我会告诉你它真正的底子在哪里 测试为了了解 财试为真相 咱们开始对这个移速200瓦的四口单画家做拆解 还是那句老话 充电器拆解有出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正规厂家的产品 想用撬棒直接把它撬开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用切割机沿着这个缝隙 把它直接切开 看一下切得我满手的粉末 直接把这个给它撬开 现在国产的充电器基本上都是全灌胶的 225交流电是通过一黑一红的两根导线 连接到主板模块上面 这两根导线用的是特弗龙材质的 充电器前面的盖子是单独的 可以把它撬开 撬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内部的模块给它推出来 这就是内部的充电模块 它的导热措施就是石墨烯导热贴加麦来片隔离 这一层白色的应该也是导热的 这一层是石墨导热 这一层是子铜箔导热 还有一根导线焊接在这个铜箔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丝印上面有写的SGND 这是接地处理的 拿出这一个散热屏蔽层 我一看到这个全灌胶的工艺 我头都大了 这个清胶又要搞半天 为了清胶 我把充电器全部都拆散了 然后又把它重新装起来了 光是清理这些胶都花了我七七四十八个小时 这个充电器一共有五片PCB构成 有四片为充电口的三度加压电路 四个PCB构成 这个初次级隔离做的也是非常清晰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内部的电路及元机件使用的情况 好 其实 如果我来不来 去念一个 来 准备 去看 去看 黄 去看 去看 准备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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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拆开这颗移速200瓦的第一瞬间 你能感受到它不是一颗普通的大功率快充 整个电路从输入到输出 都呈现出一种目标非常明确的设计思路 不仅要把200瓦做出来 还要在多口体积发热效率之间 找到一套属于它自己的平衡点 我们能看到它把高固定段必须做到的动作都做到了 但又刻意避免任何明显的堆掉 让整机保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区间 整机的电路 我能感受到工程师在这里做了不少折衷和取舍 它不是走的极端最大化的堆掉 也不是为了压成们而退回到传统架构 而是找了一条功能够效率足体积还可以压得住的路线 至于这些端口之间如何协调 它为什么在测试片里呈现出那样的功率分配表现 这些背后的答案全部都藏在电路的细节里 接下来我们就从输入开始把它的电路一段段拆清楚 首先我们来看这颗200瓦代化价充电器的输入端EMI电路 一颗来自湖北洪湖蓝光电子的曼容保险丝 规格是4A250V 用于防止充电器内部短路保护整机的安全 蓝光电子2001年成立 专注小型电流保险丝和温度保险丝制造 黑色的NTC热明电阻 负责把交流电的浪涌电流吸收掉 厂家没有查到 接着就是两极共摸电感加X2安规电容的组合 第一极是双线并扰的小尺寸共摸电感 后面是一颗0.33微法的275V安规X2电容 再往后第二极共摸电感更大一圈 依旧是双线扰制 江苏阳洁电子GBU2510整流桥 规格是25A1000V 负责把交流电整成脉动直流电 25A这个冗余度是足足的 阳洁电子2006年成立 专注分离器件MOSFET的IGBT等功率器件制造 两颗一微法450V的薄膜电容 配合一颗滤波电感 组成一个派型的滤波网络 让主电源能够吃到更干净的高压电 这两颗薄膜电容 厂家还是没有查到 接下来进入这颗充电器的核心心脏 也就是PFC加AHB主电源电路 先看PFC 这里用的是杭州吸力解半导体的 SY5072B控制器 吸力解半导体2008年成立 专注于模拟芯片设计制造 配合一颗来自纳威半导体的NV6136C 弹化夹开关管 纳威半导体2014年成立 专注弹化夹功率芯片 研发与销售 PFC旁路二极管S5M 用于保护弹化夹开关管 免于承受反向电压的冲击 江苏杰杰威电子出品的 PFC超快恢复二极管 型号为EER1006V 杰杰威电 1995年成立 专业从事半导体分离器件研发与制造 PFC后面会通过一颗大尺寸的磁芯线圈 也就是PFC升压电感 把电压升到稳定的高压直流 一颗来自湖南易阳万级元电子的 100V法420V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用于储仑与滤波 万级元2005年成立 专注于电解电容制造及销售 进入电源的主电路 非对称半桥反击式主电源 AHP架构 它有两颗核心的器件驱动 主供芯片 杭州杰华特半导体出品的JW1556 半桥弹花甲合风芯片 也是杰华特的 型号为JW1568K 这两颗芯片组合 承担的是整个充电器最关键的作用 把高压直流变成安全隔离的 可控的低压电 并且保证效率足够 杰华特微电子 2013年成立 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 及信号链芯片的研发与销售 非对称半桥反击这种架构 相当于反击加半桥的混合 既降低MOS的压力 又能提升整机的效率 同时成本和体积都可以压得住 非常适合140到260瓦的弹花甲电源 两颗关键器件 一颗0.56微法250V的协证电容 负责形成合适的电压波形 以及主变压器 初级引脚 有辅助引脚 次级为两个引脚 输出给头部子流部分 安全隔离 精准反馈 以及高效同步整流电路 咱们先看隔离电路 安柜电容一共用了三颗 背面这个地方还有一颗 三颗安柜电容 都是来自四川特瑞祥科技 容量分别是 1000皮法一颗 和220皮法两颗 他们负责把高频噪声 从次级传导回初级 同时保持人体安全等级的隔离距离 特瑞祥科技2014年成立 国内被动元器件行业的领先企业 反馈部分用的光偶 三颗型号都是一样的 来自台湾造龙科技出品的CT1019 造龙科技致力于光电组件 分离式半导体设计与销售 头目整流部分 由深圳华元自信半导体出品的芯片控制 型号为HY913B 华元自信2018年成立 专注于数字电源管理芯片 及LED背光驱动芯片的研发 整流芯片控制两颗广东力宏微电子的MOS管 做同步整流 型号为LH070N120 力宏微2018年成立 专注于功率器件的研发与制造 输出滤波用的是 万晶圆电子出品的PC系列固态电容两颗 单颗容量是1000微法 总滤波容量是2000微法 最后我们来看 整个充电器的多口管理中心 也就是四口三路独立降压架构 先来看最核心的C1口 也就是140瓦PD3.1的输出口 它使用了珠海智荣科技的SW3566H协议控制芯片 智荣科技2014年成立 专注电源管理芯片研发 搭配深圳优金微电子的两颗YG045N04 MOS开关管 组成半桥架构 这家公司2018年成立 专业从事功率半导体研发与销售 官网没有资料 这种半桥架构可以让降压更加的高效 也就意味着这一路能输出更高的电流 输出VVAS开关管 用的是力宏威的LH042N065开关管 加上两颗万金元220微法固态电容 做电流滤波 R003为电流采样电阻 用来检测C1口的负载情况 第二路C2口 也就是100瓦的PD3.0输出口 控制芯片则换成了智荣的SW3516P 半桥MOS换成了力宏威的LH80N04两颗 滤波式万金元的100微法 加220微法的组合 输出VVAS依旧是力宏威的LH80N04 采样电阻R005 第三路C3和A口 为一个20瓦的共用输出口 依旧是使用的智荣科技的SW3516P 半桥MOS管则换成了力宏威的LH80N04 加LH03N04 滤波电容为一颗220微法 35V的万金元固态 VBUS看控管是力宏威的LH3020 采样电阻依旧是用的R005 说完这个完整的电路架构 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颗 移速200瓦的电路优缺点 做一次集中分析 它为什么能做到200瓦 又为什么只能顶20分钟 答案就藏在这套电路的取舍里 首先我们说优点部分 这台200瓦做得稳不是靠吹 首先它的整体架构是 震震惊惊的大功率快充结构 前端的EMI处理的比较扎实 两极供摸电感 X2电容 拍形滤波 整堆桥的规格也选得很宽裕 这些都是200瓦级别该有的样子 虽然没有走极端堆掉路线 但核心动作都做到了 第二个优点是 主电源架构采用了PFC 加非对称半桥反击AHB的组合 这一套架构比传统的反击效率更高 发热更低 MOS成压更轻 是介于反击与LLC之间的 高功率高性价比的方案 用在200瓦这个体积里 既能压住温度 又能保持一定的转换效率 总的来说 PFC加非对称半桥反击 撑住架构 独立DCDC撑住多口体验 整体走的是 能打也能稳的路线 咱们不避讳 缺点也要说 它有实力 但绝对不是 全力以赴 首先我们来看看 它为什么只能扛 20分钟的200瓦功率输出 首先最大的短板来自 散热空间本身不够 整个电路架构 虽然可以跑200瓦 但可体的体积有限 热量出不去 165瓦功率输出测到 78摄氏度的外壳 80摄氏度的充电口 就是极限已经贴脸了 再往上跑 不是性能的问题 而是安全的问题 不是做不到 而是工程师 自己给它踩了刹车 第二点就是 EMI端的小件 余量并不大 保险师和整流桥都够硬 但是供摩电感的陷阱 不算粗 X2电容和前端的薄摩电容 品牌都不明 如果让它长期跑200瓦 这些小件 才是最容易被热量 优先计算的地方 说句人话 这套EMI是为了 家用峰值200瓦准备的 而不是为了 公控200瓦稳定输出准备的 第三点是协议布局 和输出端优化空间明显 PBS只有50瓦 明显偏低 C3口的功率 完全可以做到45瓦 华为的SCP 放在两个大口 有点浪费 融合快充 也没有独立的分配逻辑 这套电路是有能力支撑 更高协议体验的 但是没有把潜力 完全释放出来 属于明显的工程保守策略 一句话概括 它的架构能力 比实际表现更强 但是因为体积 散热 寿命 成本 工程师刻意留了一道安全线 经过一轮完整的测试和拆解 我们可以把这个移速200瓦 四口弹化价充电器的底牌 看得更清楚了 首先就是它的电路架构 是真正的站在200瓦档位的 前端的EMI两极过滤 带派形滤波 中段是PFC 加非对阵半桥反击的组合 次级同步整流 最后三路独立的DCDC 分别负责 140瓦 100瓦 20瓦 这套电路不是小充电机那种简化模型 而是一套完整的大功率电源体系 也难怪在测试片里 咱们测试出来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拆开后 我们也能确定 这颗200瓦并不是为全电厚200瓦满载而设计的 内部的体积有限 散热空间有限 EMI小件的余量也偏向家用峰值 加上工程师在保护预值上刻意收紧 这就是它只能撑住 100加100 20分钟的功率输出的根本原因 不是做不到啊 而是不敢让你一直这么用 它最稳是咱们测试片里验证过的 140瓦单口长期输出稳定 100瓦加65瓦的165瓦长期输出也是稳定 这正是结构设计加散热极限之间的工程朵鞋 整体表现你可以这样理解 在日常多设备使用单体大功率输出 手机快充体验上它是能打的 在长时间极限200瓦的满载上 它没有选择硬撑 而是把寿命温度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总结一句话 它不是最猛的 但是它是稳到极格线以上的一颗200瓦的快充 它不是给你拉满当机房用的 而是给你日常用的顺手 偶尔还能爆发的一颗200瓦 四口单化价充电器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测试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哉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